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h 無論如何 It will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That's what we have to do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川普說 你是小偷 偷我的生意 他會出招啊 他不是關稅問題 他直接指控 台灣是小偷 台積的生意主要是拿美國的生意 就不准做大陸的生意 我倒是擔心了他 用一個比較難聽的字眼 他會來搶台灣的科技產業 我更大膽的講 如果台灣真的是準備GDP的百分之10的話 台灣一定沒有啦 因為我們的經濟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大GDP有那麼多資金嗎 台場不要擴張啊 我就是要講這個啊 因為兩奈米本來是 竹科跟南科有嗎 那現在再增加說 中科跟高雄科 也要投資兩奈米 到時候搞不好 ift had 第二套 劇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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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 Rey Oh my god What a great group of people Let me tell you we have a new star A star is born,Elon Now he is Now he's an amazing guy We were sitting together tonight You know he spent two weeks in Philadelphia And different parts of Pennsylvania Campaigning You know he sent the rocket up Two weeks ago And I saw that rocket And I saw it coming down I saw it was When it left it was beautiful shiny white When it came down It didn't look so pretty It was going 10,000 miles an hour And it was burning like hell I said what happened to your paint job He said we've never made a paint That could withstand that kind of heat And but I saw it come down and turn around And it was you know it's like 22 stories tall by the way It looks a little smaller than that but it's big And it came down and down And you saw that fire burning And I said only Elon can do this It must be an Elon And I called Elon I said Elon Was that you He said yes it was I said who else can do that Can Russia do it No Can China do it No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 it Other than you No nobody can do that I said that's why I love you Elon That's great 川普上台之後 兩岸的關係會更為坎坷嗎 還有在對美國這一塊 對賴政府來說 應該會聽美國的話就好了吧 他會有什麼出格的狀況嗎 他不聽美國的話要聽誰的話 他好像沒有別的話可以聽 所以我們不管美國是誰當選 我們這個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 我們一定是跟美國走的 這個沒有辦法你也沒得選擇 講實在的話 沒得選 台灣實際上不管是誰當選 甚至就算是國民黨或民眾黨當選 我們還是跟美國走 頂多只是相對跟大陸比較稍微緩和一點 就是這樣差別就在這裡 其他根本就沒有差 所以我今天還去上了一個大陸節目 大陸問我說如果那個 就是川普當選的話 台灣會不會走自己的路 我說根本不可能 怎麼可能 台灣要怎麼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 根本沒有辦法走自己的路 台灣就是老實講 以台灣現在的狀況 你不跟美國 你也沒 真的是沒有其他出路可言 這是台灣的悲哀 也是台灣的現實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就是 你沒看到這次民進黨 稍微聰明了一點 沒有人再去喊什麼 賀錦麗好棒或怎麼樣 可是我心裡頭知道 其實民進黨多數這次是支持賀錦麗 這是很明顯 那還好至少沒有明著壓寶 我覺得這是明智之群 那現在就是趕快 想辦法去跟共和黨那邊 打好一些基礎 就是這樣 那川普你說他接下來 上台之後會不會更狂 我認為可能性很大 因為他這次 反正他連連任都不需要 對不對 他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而且他一定會很大動作 去幫自己排除一些障礙 你要知道他現在好幾十個官司 在他身上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 在他總統卸任之前 把這些官司都處理掉 這個對他來講是藥物 不然等到他下台之後 他就會很麻煩 所以我認為他的心思 恐怕是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我國際或是台海的事情 我倒覺得 台海這邊擔心不用太大 因為你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其實雖然很多人擔心說 他什麼上台會跟台灣要保護費 或其他什麼狀況 其實你看川普好幾次 談到台灣的場合 剛剛波及也有講到 其實他根本就不重視台灣的事情 台灣根本不是他考慮的範圍之內 台灣是萬一真的出了什麼事 他才會想到的地方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 你在他的頌位排序裡面很後面 對 是非常後面 他上次他還在任的時候 不會講台灣就是個比肩大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對他來說台灣問題根本不重要 那不重要其實對我們反而是個好事 因為不重要他就不會在這邊去搞一些事 那兩岸之間順順就好 只要賴清德不出事 不要硬搞事 台灣之間 台灣跟大陸之間就相對會比較和諧一點點 那現在就剩下等於就是要看賴清德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邊是相對比較安全 反倒是中東那邊我就會比較擔心 因為顯然川普是完全支持納坦亞胡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看納坦亞胡底氣更強 會更想搞事 那倒是現在全世界最擔心的應該是責任司機 對 他現在真的 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必須要想辦法在拜登下台之前 把這個戰爭做一個ending 他怎麼去處理這件事 很難啊 真的很難 你就現在最慘的 沒有第二條路了 對啊 最慘的是他啦 對 我覺得最慘就是他 他自己真的要好好思考 怎麼樣去收拾這個局面 可是賓哥你剛剛講到台海暫時不用擔心 但是台積電要擔心吧 台積電其實不管誰上台都要擔心 我了解話 這個其實跟川普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你看台積電最近公布什麼 他們在美國的製程4奈米已經成功 而且糧率都比台灣還高啊 這代表什麼 他馬上就跟你耀山奈米 就這麼簡單的事啊 他 美國人的目標就是 未來台積電先進製程 要在美國實現嘛 所以這個是 只是步驟的急跟緩而已 而且這個步驟老實講還急不太來 為什麼 因為你要培訓這麼多人才 要讓他整個工廠上軌道 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這是一個 RNG現在進行式 而且大概是不可逆 因為地緣政治的危險關係 你剛剛也問過SpaceX 要把他這個供應商 要求他到其他地方設廠 馬斯克這一次為什麼會 直接跳出來挺川普 第一個他認為川普會上 他的判斷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他喜歡像川普這樣的 比較相對激進 而且他認為 川普會保護美國的產業 也就是保護特斯拉的利益 他才會這樣選擇嘛 那馬斯克一直都是看壞 台海之間的問題 他認為台灣是可能發生戰爭的 所以他才會要求 他的供應商要趕快 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在馬斯克這種想法上來看的話 他是看壞台海之間 但是會這麼快嗎 這個就要看 我覺得主要是看賴清德 會做什麼動作 而不是川普會做什麼動作 只要賴清德不要亂做什麼動作 川普不會做什麼動作 反而是賴清德如果又想 繼續嘗試下去的話 那川普會不會因為這樣做出 什麼很出格的舉動 就很難去預料 因為川普常常是個 不按牌理出牌的人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膚露全效精華 精華霜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國膚露全效能 希望能夠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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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